嗨,大家好,我是NP大雄MatchBear 今天我會想要拍這一部影片 是因為我最近看了很多電視上的廣告 然後還有我最近出門 甚至是到了一些比較鄉下的地方 然後我都看到了一些布條 然後跟一些傳單 還有貼在牆壁上的海報 不外乎都是一些互加盟什麼的各部分的 反正就是他們的一些文案之類的 然後我就想說我來講一下我的過去 那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那我要講的是說 我的家庭比較複雜 從小因為我的家庭複雜的關係 就已經有從過小就有霸凌的事情 因為家庭的關係 是由國小的霸凌是由老師先帶頭起來的 老師一開始是跟所有的同學 講說 我 不是好學生好小孩 那大家都不能夠跟我當朋友 否則他們也會變壞小孩 如果跟我當朋友或是跟我聊天的話 就會通知家長跟家長講 那我從以前就是被排擠 然後被誤視 不存在於班機制內 那我好不容易熬過了國小那段時間 我到了國中 我因為某些關係被同學知道了我是同性戀的事情 然後班上有一個帶頭的女生 就看不慣我這樣子的性像 就帶頭起來霸凌我 一開始只是言語的霸凌 那言語到最後呢 就開始慢慢轉為肢體 那我們學校有一些幫救隊什麼的 然後因為那帶頭的女生 算大姐頭吧 就帶頭起來 然後其他人就覺得我被欺負 因為看又有趣 那慢慢加入霸凌我的行列 那不外乎我就是被拖去廁所 關在廁所裡面 潑尿啊 潑水啊 或者是在廁所裡面被打 被揍啊 被踹啊 那不然就是 學校的 垃圾桶裡面 垃圾全部都塞在我的抽屜裡面 或者是我的椅子 缺了一隻腳 我坐下去立刻就翻倒 這樣子各種的霸凌 然後還有像是放學以後 我在回家的路上被賭 被打 被揍 那我當時 該怎麼講 我心裡面的想法是 我喜歡男生 那我是不是真的就是 由他像他們所講的這樣 我是一個變態 我不正常 我每天被霸凌到最後 我選擇的方式是 我不再去學校了 我翹課 我每天都帶在網咖 上學假裝去學校 去網咖待著 一路待到下課後 才回家 那絕大部分的時間 我都沈迷在線上遊戲裡面 至少 在線上遊戲裡面 不會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不會有人霸凌我 不會有人傷害我 我也 一度的懷疑說 我是不是不該存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種種 不好的壞念頭 慢慢的我就想說 算了 不正常就算了 反正就 這樣活下去 在網咖過得也不錯 那不然就在網咖待到畢業 或許出了社會 或許上了高中 我人生會不一樣 我就沒有想到說 我有可能會被 退學 那有可能就休學 那直到有一天 一個很不錯的女生同學 她就對我說了一句話 如果你還把我當朋友 你就來學校 上課 至少不能到畢業 這一句話 對我的影響非常大 那我現在當然也是跟那位同學感情很好 一路到現在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在學校這樣被欺負 被傷害 真的會有人關心我 她講完這句話 的後面兩天 我其實也都在網咖過 可是我就慢慢的想通說 這樣下去真的不是辦法 那我就混完這個 國中 中間當然也是 被霸凌 可是 我當然是偷偷的有 報復了某些同學 那這都是另外一回事 我曾經 也想過不想活了 我其實從 國小六年 十二歲 的時候 我就認識了小幫手 我知道還有人 不是學校 可是至少 這個世界上還有人 就是關心我 你說家人 嗯 我不敢說 被霸凌 或許家人會挺我 可是 我是一個同性戀 我不確定他們會不會挺我 還是跟所有人一樣 把我當成不正常的人 我不敢說 小幫手在 我 泡網咖的這段期間 也是每天都有來跟我講話 可是他那個時候也在求學 所以他知道的是 他每天放學 我都會在線上 他不知道我沒有去學校 我覺得他應該有猜到啦 可是他應該沒有想到這些東西 我後來才慢慢的跟他講到說 我被霸凌被傷害 那段時間 除了家 家裡面不太好過以外 我在學校也是這樣子 受到傷害 我其實有寫一個文稿 可是我其實現在講的 有絕大部分都不是看著我的文稿 在念的 都是把我心裡面想的話 這樣子講出來 畢業了之後 其實我心裡面這個陰影 也是都存在的 我不信任任何人 不敢去人多的地方 也不想要更多的跟人接觸 我今天就是我 不要有其他人了 不需要用其他人來跟我講話 這個陰影一直都在 一直都 無時無刻的 壓在我的心裡 我變得很沒自信 變得悲觀 任何的事情我都覺得 不可能 我做不來 我家庭不好 我是一個變態 我不正常 我跟別人不一樣 事到了後來我出了社會 慢慢的 我理解到 原來線上也有很多跟我一樣的人 也是有很多被傷害 或者是沒有被傷害的 我終於知道 原來我是一個 正常的存在 只是說 社會不願意包容我 我畢業了以後 隔了幾年 同學也有約我去吃 開同學會 吃飯 我記得我對於那個約我的人 我對他說了一句 我不想跟畜生一起吃飯 這句話或許真的太重 可是 在學校 真的沒有人願意幫我 應該說 沒有人敢幫我 因為大家也都怕 他們會成為 下一個被霸凌的人 下一個被打的人 甚至我們學校 因為有 某些 像我講的 棒球隊的強勢在 大家都不感人 老師嘛 有講過 他只認為這就是 學校裡面會有的 小小的欺負行為 不會這麼嚴重 可是 沒有人想到說 我會被這樣欺負 後來 那個在頭霸凌我的人 在 之後有加了我的 那個時候Facebook 開始紅了 他有來加我的Facebook 有來私聊我 他第一句話問我的是說 你還是喜歡男生嗎 我跟他講說 對 這是我天生的 改變不了 他回答我說 你這樣很不孝 你沒辦法傳統接待 你不應該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我很受傷 雖然我知道說 這是他無知的攻擊 可是這些話 以及他的照片 以及他的人 又讓我一直回想起 我被霸凌的那段時間 我真的放不下 我知道了去年 我看了某一些 各個地方的人的影片 就是 如何解除 被霸凌的狀態 或是心理陰影的狀態 我看到有一 有一則影片是說 他打電話去給以前欺負他的人 跟他溝通 那我的思考 也因為這個影片呢 受到了影響 我就想著說 這樣好了 我 傳一封訊息去給那個女生 不管他有回應 或者沒有回應 至少我想講的話講出去了 我也應該要 試著放下我這個 受過傷的心 也該放下我自己了 那沒想到對方 隔沒多久他就回應我了 跟我道歉 說他那是幼稚 不理智 然後也沒有 好的觀念的想法 他後來都想通了 希望我原諒他 或許 在你們看來這真的沒什麼 可是對於 我一個 從國小 被老師霸凌 國中 被同學 被老師 被所有人霸凌 沒有人願意幫忙的我來說 讓我放下了很多 我的心 終於把這塊石頭給放下來了 不用再被壓折了 或許我真的我的傷口還在 我還是不喜歡人多的地方 可是我在 出社會打工了之後 在超商工作了之後 我學習了如何跟人接觸 也學會了看人家臉色 我比一般的人更學會了 我該怎麼去 附和他人 以及跟人如何相處 可是其實我的心裡還是會怕 我接觸人 我還是會有一個很勾在 我不敢與他太過接觸 我覺得我一定會被背叛 我也不敢將我的心像告知其他人 是後來 慢慢的 我才認為說 我已經出社會 我是一個個體 我跟你說 我是同性戀 你討厭我 那我就不要當朋友 那你接納我 我還可以繼續跟你當朋友 雖然我們還有一個鴻溝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更加接近 把這鴻溝 再縮小 今天我想要 強調的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重點就是 我有小幫手的陪伴 也有 那麼挺我 應該不是挺 那麼關心我的女同學 其實她在我 初學這段時間 還是常常會到我家來找我 看看我是不是還活著 是不是 還存在著 她幫了我很多 或許她從來沒有跟我多說過什麼 可是其實我看得出來 她很關心我 我也很感謝她 我有這麼多陪著我的人 甚至於我到了現在 六年前左右 我媽開口問了我這個事情 問了我的性向問題 其實再笨也看得出來啦 雖然我在努力的 裝我自己是異性戀 身邊也沒有什麼同性戀的朋友 我一直在努力的裝我是異性戀 因為我怕被霸凌 我媽 問我 是不是同性戀 我嚇到了 我說 是 我媽 我媽 算很開明 她就跟我說了一句 只要你們 你們兩個小孩子 可以養活自己 是不是同性戀都沒關係 只要你們能夠好好過下去就好 這一句話 其實對我的影響 也算非常的大 那我身邊有這麼多 愛我的人 陪我的人 我可以走過這些路 可是有多少的現在被霸凌的 或者是現在走不出櫃子的人 或者是他們其實也是異性戀 可是他們的個性 男生比較陰柔 女生比較陽剛 卻只因為這樣而被傷害的人 還在持續的被傷害 沒有人願意關心呢 今天 嗯 同婚 不只是同婚 不是像你們想的這麼簡單 就只是一個同性戀的婚姻 我覺得這個是讓 同性戀的婚姻 平等 平權 存在於這個世界上 慢慢的讓 同性戀 變得正常 變得不再被大家認為是病態 不再是有毛病 慢慢的被接納 學校的性貧教育 我覺得這塊也非常的重要 其實我從小就知道 我是同性戀 可是我不敢跟任何人講 因為 電視上演的 永遠都是異性戀 當時接觸的漫畫 不外乎是一些 七龍珠 一些熱血類的漫畫 絕對不會提到同性戀 或者是一些類似的東西 吃到近幾年才 這些東西慢慢的變得 大家廣為接受 這些人 會不會 也因此被傷害 如果他們身邊沒有愛他們的人 他們要怎麼走出自己 要怎麼活出自己的路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讓 性病教育 跟他們講說 你不管是陰柔 陽剛 你的性別不管是如何 我們都是正常人 我們一樣都是人 我們不該帶有歧視的眼神 眼光去看待他 我們該接納他 而不是去傷害他 難道今天 就只是因為 我比較娘 或是一個女生比較man 她就該被傷害 該被欺負 該被框在那個小圈圈裡面 言語的攻擊 或是肢體的霸凌嗎 我覺得這都是不應該的 我一直都認為說 信仰宗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今天 因為家裡面 一些家境或者是 生活上不如意 參加了教會 參加了宗教活動 心靈有了一個寄託 神愛世人 如果因此而得到了救贖 走出了差點抹滅掉的生命 或是走錯了的路 那都是很棒的事情 可是我今天看到的 並不是這一回事 很多的教會 很多的地方 貼上了很糟糕的 布條 海報 我覺得 不管你們 挺同志婚姻 反對同志婚姻 或是 同意 兩性平權教育 或不同意 我都無所謂 可是 我希望的是 這是由你們自己腦袋 所想出來的答案 而不是被 新聞媒體 被廣告 被那些 不討喜的布條 所影響得出的答案 我們想要的只是一個平權 跟正常人一樣有的婚姻 保障 也希望可以減少這些 不必要的 那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在11月24號 除了選舉之外 公投也要好好的 用腦袋 想想 該怎麼投票 再去投下你自己 屬於你自己 真實的那一票 不要被任何人影響了 甚至是我 我也不會要求你 一定要支持誰 反對誰 或是如何 這都是由你們自己 的腦子 用你們的心 去感受 去得出來的答案 不管停或不停 拜託 都去試著投你們的票 你們的身份 不會被曝光 你們不會成為下一個 被社會霸凌的人 幫幫那些 站在櫃子裡面 走不出來 被霸凌 被傷害的 不管是跟我同理 甚至是比我小的 孩子 拜託 不要再增加犧牲者了 大家一起去投票 謝謝你們 那我今天影片要到這邊 我是MP大雄 Muchbear 我也很希望我可以結婚 從 一開始的交往到現在 已經16個年頭了 我們的感情很好 可是我們永遠都缺了 靈門的那一腳 我希望可以結婚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